謝謝… 想著減肥嗎?吃這些東西 當然不是,現在是3時30分 好,那就回家了 走吧…再見… 再見… 彪叔 是朋友的,別問 不用問也知道,彪叔 跟我們新來的學生換穿 校長這次會收這麼有趣的學生 叫甚麼名字 阿朵吧?一進來就被人改名字了 阿朵…彪叔,麻煩你包雪花梅 彪叔,給我一瓶檸檬茶 雪花梅,檸檬茶 謝謝,彪叔 謝謝,彪叔 我先走了,再見… 再見… 找錢吧 陳Sir,好像沒甚麼進展 又甚麼? 第一,同一時間來,不是同一時間走 第二,還是各自各付錢 還是換了我當然,爭著給我付錢 第一,我別管你那麼狼 第二,如果太狼的話會嚇壞人的 上次說過了,沒甚麼新意 你這麼聰明,那你甚麼新意? 如果沒有新意,怎麼做你軍師呢? 我幫你打聽了 Mislam下個星期就教他學院畢業 同時不知道有沒有人幫他拿機拍照呢? 有又怎樣?沒有又怎樣? 如果沒有,就代表你還有機會 如果有,就是說人家已經有男朋友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是普通的意思,也不用想 女朋友不易,拿機拍照的一定是男朋友 你早就不跟我打探吧 你這句話,做模樣包你生兒子 那些事你自己打探吧 不過這樣,如果我告訴你 沒有人會拍照,但尾巴就成功了一半 Mr.Hermon,你的體能真的用不盡 對了,你選擇業權之後,你會去哪裡? 發派畢業博 那你下個星期會忙甚麼? 畢業禮 畢業禮 那你有甚麼需要幫忙嗎? 例如是拍照子女的事呢? 暫時沒有,拍照找同學幫忙吧 那你的同學是男還是女? 有分別嗎? 男生拍照的手比較好 那下個星期就沒時間了 有,一定有 那下個星期就走了 不過我想早兩天約回去 早兩天沒得到的 我想再拍照照片 免得到時畢業禮 那天有這麼多人 好,畢業禮這麼大事 如果不幫你拍照 你還算是朋友? 過來… 出…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來吧 你的眼睛沒甚麼 Mr. Lam,你放心吧 我左眼拍照也影響不到的 我是擔心你撞到眼球而已 讓我看看 忘了買蔥了 甚麼?你不就戳戳成大秋 是呀 讓我來介紹 坐吧… 坐吧… 她是我姑娘,她是我姑娘 她是我同事Mr. Lam,林永恩 是同一間學校 姑娘,姑娘,你好 你好… 是老師還是老友? 老老聲,你別這麼說老婆 我姑娘,姑娘很喜歡開玩笑 你們倆不要亂說 剛才我練拳弄傷了眼睛 是Mr. Lam送我回來的 說了她去買一本食譜 忘了這麼早飯甚麼鬼 是呀… 姑娘,別亂想了 就是呀,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未必一定有事 如果有事了,隨時在那裡偷娘娘 對了,你的眼睛 應該用雞蛋捲一下它好一點 是呀 雞蛋?我不懂的,要多少成熟 要不要加鹽,那樣子 甚麼都不懂 不如叫Mr. Lam幫忙就更好 是呀… 是呀,Mr. Lam幫忙 好呀 阿欣,你不介意我這樣叫你嗎? 我不介意 我和你特別有緣 你家裡還有甚麼人? 還有嗎? 爸爸媽媽媽 不過呢,他們客人過世英國那邊 那豈不是只剩下你一個人在香港? 那你有空多點上來坐下 吃下飯、喝下湯 好呀,謝謝你 我煮點養顏靚湯就自拿手了 這蛋熟了 小心熱,麻煩你剝下殼好一點 我先出去了 怎麼樣… 已經有個都有了 人品也好,樣樣也好,真的很難得 誰知道 最重要是一個腿夠大,很生養 一仔一女,包沒問題 是嗎? 是,輕鬆就行了 是 是不是舒服很多呢? 舒服很多 熱雞蛋嘛,你試試 好… 好… 二雲食會有望 好… 姑姑,你這麼望人 一定會嚇到別人 哪有嚇到別人 大家自己人一樣 真是恩 甚麼恩 真是的 我也是叫她做梅子Lam 沒所謂 甚麼都一句 曾Sir,你今晚再用雞蛋 再敷一次 應該沒甚麼事了 我還是先走了 別走,先吃飯 我煮了幾道糟糕小菜 正是你站著才說 煮蛋也不懂 我和阿欣說話與你無關 好不好多一頓 是不是我們不懂說話嚇到你 不是,怎麼會呢 我也想嘗嘗姑姐的手勢 不過大早約了朋友吃飯 所以今晚不行了 下次呢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下次一定要嘗嘗我的手勢 謝謝,我先走了 我送你 好,再見 明天上學見 明天見 對了,你下去後轉了 我就找到出口了 沒問題,我記得了 明天見,再見 再見 再見 沒甚麼用 被人這樣就走了 你說甚麼 甚麼 說你甚麼都不用吃 吃蛋就飽了 對了,那個笑容刺爛一點 好,準備 那些花呢,擋住你的樣子 打個一點吧 對了 好,很好 等一下 還有一張 好 對了 對了 一 二 三 笑 好 拍一張 拍一張 完成 謝謝 謝謝 你看你整天看 用紙巾馬去吧 謝謝 其實你不用帶這麼多相機 這麼重 那菲林是最漂亮的 但我怕有意外 所以又帶了數碼相機 還有 這部手錄影 有聲音又有畫 最全真 當然了 拍畢業照 當然要緊一點 看來這裡的環境真的不錯 是呀,我帶你到處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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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挺有趣的 之前同學做的 有些偶像 更會令學生有趣味 而這個位置就是我平常常坐在一集 因為這些集作不能借出去 所以一定要在這兒參考 我記得了 第一天在學上學, 我在考慮 糟了, 要學四年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畢業出來教書 但想不到四年時間 一晚就過去了 現在反而覺得有點不捨得談 Wing, 你去到某個地方 都說了這麼多話 就算是一條草 都像是你親戚一樣 你簡直把這裡當成是你家 無論如何, 我現在終於可以做到 我想做的事, 就定為一位教師 你一定會達成你的理想 我沒有理想過 怎麼會, 你對教學這麼有熱誠 我是很喜歡做老師 很想教學生 但這些也不是我的理想 如果有的話 只可以說是 我很想幫學生完成他們的理想 以學生的理想為理想 就已經是一個好老師了 我希望將來教學生 無論他有沒有成就都好 最重要就是能夠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幹什麼? 只要你願意 你也可以成為一個好老師 其實從我第一天教書開始 我只是想做一個安分手機的教師 我還記得我三年前 在房子吃了肥雞餐治療年職之後 我就找了這份工作 我就是貪他可以過一些 優雅優雅的生活 準時上課, 準時下課 做一個教學本分的學 但是我覺得還未夠 特別是現在 我覺得原來做好一個好老師 他要教的不只是學識 而是一個學生的一生 所以說你也很有潛質 還有一個好老師 不要浪費了他 那就要這位小老師提點一下 也好 不如我們師生學自己一張吧 是的, 老師 老師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